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各个方面会出现退化。 从皮肤的角度上来看,我们的手部、面部、腿都容易出现老年般。 这是很多老年人都难以避免的。 因为皮肤松弛、皮肤缺水老化、营养不均衡、 皮肤长期在日光下暴晒等原因引起的。 老年般一般对身体没有什么的危害, 但是找在脸上特别的难看,确实不美观的。 那么其实老年般可以通过适当的食料来调理, 去除老年般、黄鹤般、雀般等等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,可以调理我们身体, 去除老年般的快速方法。 首先,准备红豆。 红豆的营养特别高,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红豆的表皮含有比较丰富的皂肝。 这种成分可以明显地降低体内胆固醇。 中性脂肪的含量,达到了降低脂肪的效果。 并且红豆有助于缓解疲劳。 红豆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1。 维生素B1是一种可以快速将碳水化合物, 转化成能量的一种元素。 能够避免体内的乳酸过多,造成的肌肉酸痛。 疲劳的时候,可以多吃一些红豆,能够缓解疲劳的。 最关键的是,红豆富含比较丰富的铁元素。 能够预防缺点性贫血。 缺点性贫血引起的脸色苍白,面部无色,皮肤难看。 这时候,皮肤会变得特别的红润、白皙又光泽。 女性朋友们多吃红豆,气血通畅,身体自然也会通畅的。 那么对于在皮肤表情的色斑,也会在气血沖沖的前提下被分解掉。 酸儿淡化色斑,养畜天然好气色。 再准备一米。 一米绝对是女人的贴心闺蜜。 一米中含有蛋白质、脊房、糖类、氨基酸等等。 具有特别好的消除水溶的作用。 并且吃一米,能够清热解毒。 对于斑点,清炊气的豆豆都很有效果。 是女人操作上必备的一种特别好的滋养皮肤的食物。 一米中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E。 是一种天然的美容实型。 经常吃一米,可以使皮肤保持细腻的光泽。 消除粉刺色斑。 一米含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人体所必要的八种氨基酸,有比较强的美白功效。 每天早上起来,先喝上一杯一米水,能够排出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,让脸部迅速的变小。 并且能够有美白的效果,让我们的皮肤水润透亮。 花生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,被誉为长寿果。 同时,花生米中的蛋白质也比较丰富。 花生米富含钙、磷、链、铁等营养物质。 是花生米能够起到养生的功效。 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,尤其是维生素B、维生素E。 其中的卵磷脂、蛋白氨基酸、胆解、脂肪酸,实际上含有脂肪是比较丰富的。 而且,体重绝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,所以说可以起到调节确实的效果。 同时,吃花生米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高血压、心脏病、以及冠性病等疾病的发生。 吃花生米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功效。 特别是红皮的花生米,链压的比较高大。 吃红皮的花生米,可以补血、补钙、补心,对生产好吃是很多的。 再准备莲藕。 经常吃莲藕,能够起到趋多的效果大,让皮肤看起来光滑细嫩。 尤其是皮肤暗黄的女性,经常吃莲藕,可以吃出好的气色。 莲藕能够起到清凉趋瘀的作用。 特别是女性在经期,精血无法正常地排出。 一场多吃莲藕,有助于精血的排出,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 可以说莲藕是一种具有刺衣养血功效的保健品。 尤其对于产后血崩,精血不正常地产妇,可以多吃莲藕。 炖排骨汤,花生藕汤都有很好的作用。 莲藕也是一种含有较多纤维的食物。 一场生活中,多吃莲藕,能够排出身体里面的毒素垃圾,一方大便干解大。 老话说,一天一苹果,一生远离我。 由此可见,苹果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,而且营养价的机器的高。 在一场生活中,一定要多吃一些苹果的。 经常吃苹果,不容易有饥饿感。 苹果中的果胶,是一种水溶性的食物纤维,能够减少肠内不良的细菌数量, 帮助犹豫细菌的繁殖。 而且苹果含有比较丰富的食物纤维。 吃苹果容易增加饱腹感,而且会吸附多余的油脂预级排出。 加速吸陈代谢,消耗甜的脂肪,而且可以预防减少脂肪的堆积。 苹果还能够润喉、去燥,使人清爽舒适。 如果经常口干,喉咙不舒服,咳嗽,而且疲劳过度的。 睡眠精神不好,说话比较多的人群,可以多吃一些苹果。 苹果富含维生素,可以保护呼吸道上皮,提高免疫球蛋白的功能。 而且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,润造去火,去除肺热,使人呼吸道舒畅又舒服。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,倒入破杯机里面。 加入适量的清水,直接搅打就可以了,打成细腻的糊糊状态。 如果不喜欢吃糊糊的,也可以用锅煮,更随自己的口味来定。 我觉得打成米糊更容易被人体消化还有吸收的, 对我们的气色、气血能够更好地补充。 这道米糊粥,能够好好地补助气血,美容又珠盐,淡化黄鹤斑,雀斑。 对于皮肤的保养和盐环衰老,都很有帮助的,喝起来也很好喝,微微的甜。 经常喝一喝,帮助我们养颜,美白,去斑,效果特别的好。 如果你还在为脸上长斑、长痘,有黄鹤斑而烦恼,那么赶快试试这个米糊吧。 不仅能够预防,还能够延缓衰老,淡化色斑,饲养我们的皮肤大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请你帮我点赞关注电话的频道。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,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和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